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ly 陈招宋 今天特地开进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最新的非伊斯兰宗教场所 SOP 为了喝止冠病在社区中传播 国家团结部在5月11日已经宣布了将会收紧 在行动管制令3.0期间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内的宗教活动 那么共有三样东西需要大家注意的 第一 可容纳人数是多少呢? 之前如果可以容纳少于1000人的场所 现在只能允许20人同时间在场 之前可容纳多于1000人的场所 现在只能同时间允许50人在场 第二 在什么时间可以开放呢? 可分为两个时段开放 第一个时段为早上6点至下午2点 第二个时段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 第三 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? 在膜拜活动前后都需要进行30分钟的消毒工作 那么我们请宗教场所管理人员 记得要时常进行消毒工作哦 齐行协力 共同抗议 大家加油!